我发现它真的很想 CLA 尤其是整个前连跟它车尾的设计 它的 RPM 拉高过后它的速度上是算快的 OK 那我身后这辆呢就是之前刚刚发布的这个 MG5 啦 那么这辆车其实有很多特点跟很多争议啦 争议包括它的 AMCAD 菱形 然后卖点就是原厂号称呢 它是 B-Segment 里面的空间表现最大的那辆 那么我们今天呢就受到这个邀请 从这一个 KL 驾到 Dexaru 来 然后也彻底的体验这款车 那么今天的影片呢就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 MG5 啦 那么在影片开始之前呢就请大家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 其实呢这辆车呢我一直跟大家开玩笑讲它是这个 CLA 的平替版 可是今天当我开了这辆车一两天之后呢 我发现它真的很想 CLA 尤其是整个前脸跟它车尾的设计 那么前脸呢我觉得它是目前 B-Segment 里面的少数我觉得很帅啊 其实它的我是觉得帅败了 但是这辆我是觉得很帅 就是它的头真组很精致 我知道了大家会讲啊 这个泰国那边已经有那个天蟹版 也就是这个 MG5 Pro 然后中国有这个全新的车型了 但是咧 个人的审美观呢还是比较喜欢这辆啊 因为这辆的运动风是真的比较够的 然后尤其是它的车尾的部分 那个车尾呢 它的这个尾灯真的很像 CLA 跟这个 Peugeot 的车款 一个融合的设计感觉 如果是晚上的话哦 它点亮的时候它的视觉效果会很出色 这一点是让我还蛮 surprise 只是 比较可惜的是它下面这个防刮材质这边 坐了两个假的排气管 可是如果你是坐在后面的话哦 你还是看得到它这个真的排气管在的 所以这设计有一点突兀啦 但是整体来讲这辆车的整个线条 我觉得是 sexy 的 然后有一点就是呢 原厂表示它是这一个 B Segment 里面哦 它的这一个轴距最大的 那么作为一个对比啊 就是 Honda City 的话是 2600 然后 Toyota Vios 跟 Nissan Almera 是 2620 然后呢我们拉一辆 所谓的 C Segment 的搭进来 就是 Porton 的 S60 那个是 2650 可是这一辆呢它的轴距达到了 2680 其实很接近 C Segment 的 Size 了 这一个是 我真的讲如果讲的是 C Segment 的话 其实也骗得到人 只是它的车长其实没有到太长啦 你要是看这长 可是实际上它可能比正统的 C Segment 稍微小一点 所以原厂只是讲它是目前的 B Segment 里面 最大的那辆 所以这个车身尺码的话 其实内部空间也不错啦 我还是必须称赞一下 这个车头我是真的很喜欢 看一下 MG5 的尾箱 MG5 的尾箱整个容积哦 我觉得是合理的 够深 然后够高 然后只是很可惜是这边两边 会被这边顶掉一点点的空间 所以你要放很大件的行李是可以的 但是可能需要去排一排啦 然后下面这边呢 看一下 没有 Spear 打压的 哦 跟 Vios 一样 但是还有给这个打风机跟普态机啊 所以这个就看你怎样去抉择 然后 我还是必须讲这个车尾是真的很帅 尤其是它旁边有一点那种 White Body 的感觉 整个车尾是我很喜欢的 尤其是昨天我们一直跟在这辆车的身后哦 这个车尾真的让我看到 还真的很喜欢啊 只是 大家觉得这个车尾美不美 可以在影片的下面留言就知道 马来西亚的 MG5 呢 就只有一个引擎配置啦 就是这个 1.5 公升的 自然进去引擎楼配 CVT 的变速箱 然后 CVT 可以模拟八速 那么这个 Engine 呢 它的最大马力表现是 114 PS 峰值扭力表现呢 是 150 Nm 就是基本上跟这个 Mazda 2 啊 然后跟这个 Vios 啊 跟这个 City 差不多处在同一个 Level 啦 可是它的车身尺码比较大 所以这辆车的动力表现呢 就是我只可以讲足够用而已 然后另外呢 这个 CVT 变速箱有一个重点 就是原厂表示呢 他们经过了这个 250 万公里的超长耐用测试 所以 他们觉得这个 CVT 的耐用度是可靠的 然后 其实它的引擎是蛮空一下的啦 这辆车在国外是有 1.5 Turbo Engine 那么稍微跟大家爆料一下啦 就是未来这辆车在 CKD 的时候 会来另外一个款式 而且会有 Turbo Engine 可是 这个时候呢 其实应该要等一段时间咯 而且这个价格也不会跟现在一样啊 所以 如果要 Turbo 的话 价钱肯定会不一样 其实也跟我像上次 这辆车在 Preview 的时候讲的啦 如果是讲你可以提供多一个 Engine 选项 然后价钱贵一些 让消费者去选择 是好事来的 那么大家怎样看呢 然后这个轮圈设计呢 其实也是好看的 它是双色 然后有一个很像 刀销风火轮式的设计 然后它配来的这个轮胎呢 是某个中国品牌的轮胎 这个品牌我也不是很认识 它的尺码是 215 50 R17 那么实际上这个轮胎的表现 让我有一点 surprise 因为 我们可能讲到中国轮胎啦 会讲的 可能没有那么好用 可是这辆车昨天我们试了 它的抓地等等的表现 气势都 OK 就包括它的这个轮胎的声音的 抑制的部分 我都觉得 OK 所以 这个轮胎可能买了 大家不用先骑着换啦 OK 啦 这个就是这一个 MG5 的内装设计 基本上 它跟主流的 B Segment 基本上没有差太多啦 就是它这个 这个上面是这个硬质塑胶 毕竟价钱就在这里 然后可是 我必须承认这个组装是不错的 例如讲今天我开这个波杆 这个感觉不错 然后它的这个 排档杆 换档其实很Smooth 这一点我觉得是好评啊 然后这一个 它的这个数位画表 有一个很可爱的地方就是 虽然讲这辆车只是一辆 1.5NA的车款 可是它竟然会有这个 类似像新年车这样的 扭力输出 动力输出 BRACK等等的数据给你看 这个我觉得很Cute一下 然后这个触屏主机叻 使用起来基本上算是流畅 它没有讲到一等一 但是因为它是这种 独立式的设计 所以看起来就有点新况生疑 然后它的这个分辨率啊 亮度 我觉得都OK 不像Aftermarket的感觉 最重要是它有这个 Android Auto跟Apple CarPlay 但是必须连接Cable啦 但是我不care 因为重点对我来讲 我觉得 CarPlay就是要这个Cable才好用 OK 然后接下来就有这个 电子手刹车跟Auto Hold的功能 然后剩下的东西基本上就大同小异啦 然后这一个方向盘呢 它只可以调上下 不能调前后 还有一点我发现一个很可爱的地方 就是呢这一个 它的这个开门解锁键 Unlock的时候它是蓝色的 Unlock 起来它是这个橙色 这个设计是有点小不错 然后这一个门把的这个置物格呢 非常的大 这个是目前我见过最大的格子 所以我可以放我的iPhone 15 Plus进去 没有问题 虽然讲这边是这个硬质的塑胶 可是这边竟然是软质的塑胶 而且整个摸起来的触感还不错 然后接下来就是这个座椅 OK 我换一个镜头给大家看 这个座椅个人觉得还不错 就是它的这个包覆性的勾 从这个角度你可以看到 我的整个椅背啊 是贴着我的背部的 所以昨天我们从KL开来 这一个Tesaru的整个路线啊 我觉得其实overall还不错 做的蛮舒服的 包括后座也是 然后上面有一个小天窗 然后这辆车最让我惊讶的 就是它的整个MVH表现 OK 我现在就来做一个示范给大家看 OK 现在我在空档的情况下 你看我拆油门啊 3900转断油 OK 不用紧 可是你仔细去听这个声音 3900转虽然不算太高转 可是它整个引擎传来的声音 是很细腻的 然后昨天跟我们同行的媒体 也是有事啦 他就把这辆车拉到Torcepeat去 Torcepeat的话我就不讲了 然后那个转速是很高一些啊 可是在那个情况下哦 这辆车的隔音 包括它的底盘 包括它的风切声 然后包括这个引擎式的噪音 其实都抑制的不错 我可以很负责任的跟你讲啦 就是这辆车呢 基本上它的隔音 应该是在这个价位里面最强了啦 没有之一啊 这一点是我给它的好评 然后在安全配备的部分 啊 这个是重点 安全配备的部分 这辆车呢 它是有这个六气囊 然后有这个车身动态稳定系统 然后有这个前方撞击易景 然后还有这个车道维持系统 等等等等啊 那么我相信啊 讲到这边呢 大家就是要讲这个 Air NCAT零星的事情啦 这个主人当然我们也是有问啦 这个是作为我们的工作需要问的东西 他们有解释就是讲 其实在澳洲呢 这个AMCAT你要拿到五星 除了你的车身股价要够硬之外呢 你的这个安全配备也要到位 那么在澳洲进行测试呢 其实是连AEB都没有的版本 甚至连它的这个安全带呢 都是没有这个紧急收缩的功能 就讲今天我们如果是真的是遇到一些意外的话 它会有这个拉车功能 澳洲版本连那一个都没有 所以That's why它的Body 怎样都好都是零星 这一点是很大的扣分箱啦 不过我跟他们确认了 虽然讲我们的这个MG5呢 跟澳洲的同一个产地 但是这些该有的配备我们都有 这个是官方的解释啦 那么大家接不接受 那个就看你们自己怎么去拿捏啦 But overall来讲 撇除这一点的话 我觉得这个内装设计 跟这个乘坐感受 是我喜欢的 只是当然我也希望它会有APDAS 因为毕竟现在V segment 除了Almera跟Mazda以外 都有这个ANDAS的系统啦 就是这辆不够 当然啦这辆车overload都不错 就是可以补齐自己配备的话 其实竞争力会更强啦 轴距2680的车 后座的空间表现肯定是不错的 那么前面是我的标准驾驶座姿 然后这个脚步空间 OK还有我坐到很鞋啊 现在我坐很鞋 你可以看到我是坐很鞋啊 然后它有一个拳头多 所以后座的空间是不错舒适的 然后这个皮革也是一样不错 这边前面的皮革也是不错 后面同样的也是我刚才讲到的 大植物格跟这个不错的皮革手法 所以整个后座的乘坐空间表现 我觉得是及格的 不是及格啦 其实摸点及格啦 然后后面有这个USB 跟冷气出风口 这个冷气出风口 很意外的是风量还蛮大的 所以我现在有一点点的人 然后这个椅背的倾斜角度也是够 只是头部的空间表现 大概是升三个指头左右啦 所以我身高是180亿 所以我不需要mention一下 所以如果你的身高是像我这样的话 坐在后面的话可能就没有这样舒服 那么昨天我其实是从这个March Up 坐到这个Desalus来 我都是坐在后座 那么你问我觉得舒不舒服咧 我觉得OK的 因为平常来讲 我最近有点耳水不平衡啊 所以我坐后面的话我很容易晕车 但是昨天基本上我没有晕车的情况出现 因此这个后座空间表现我是给过的 那么我会建议各位啦 就是有机会的话去坐下后面的空间表现 然后去体验一下这辆车 那么这个就是基本我要讲的东西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进入这个施加环节啦 昨天经过了这个长时间跟这个MG5的相处 我觉得我现在还是蛮清楚这个MG5的个性的啦 就是这辆车是一辆很舒服的车 然后隔音很好的车 然后空间表现还不错的车 那么呢这辆车我其实主要要分享的点就是在几点 就是在它的这个舒适度跟它的这个动力的表现 那么首先我刚才有讲到啦 就是这辆车的动力表现 大家不要expect它很有力什么 因为这辆车毕竟还只是一个1.5的自然进行运行而已 所以如果我跟你讲欸它很有力嘞 基本上就是在骗你的啦 那么对于一般的日常使用呢 我觉得问题不大 可是如果是你compare with Citi 跟 Vios 或者是 Almera 的话 它起步的部分可能会有一点点的中坨啦 但是你油门稍微省一点动力还是有的 你看现在它的RPM拉高过后它的速度上是算快的 而且大家有发现一点嘛 就是刚才我拉RPM的时候大概有到4500转左右 整个引擎的声量是有大声但是还是细腻的 所以这一点的这个部分呢 我觉得它会比现在的同价位的车款做得很好 然后第二点就是它的这个舒适度的表现部分 整个悬吊的设定呢基本上都是一个比较偏软的设定啦 然后它的底盘是很扎实的很solid 所以开起来的感觉就是你会很安心 然后左右我们在高速公路有行驶一段时间 然后这个高速公路就是Texalo Highway 大家有走过Texalo Highway的应该都很清楚哦 那个Highway其实就是那种凹凸不平 然后有很多波浪的 那么基本上这两车的底盘在 handle 这一个Texalo Highway的路况下哦 它的表现是出乎我的预料的好啦 就是它的悬吊可以很轻松的吸收掉那一个震动带来的余震 就是车内不会觉得摇晃 这一点是还不错的地方 然后比较可惜的点就是这个steering 手感是有一点点轻 所以导致它整个路感回馈不知道太好 所以我觉得因为这一点呢 它就丧失了一部分的这个handling的表现 那么整体来讲呢 我觉得这辆车的这个设定呢 还是比较偏家用的啦 可是我也可以很负责任的讲 它跟我之前开过的一些中国品牌的 sedan 我就不要讲名字了啦 你们自己去猜一猜是什么中国品牌的 sedan 会略好一点 甚至我觉得除了动力以外呢 它整个底盘表现呢 会比起Proton的这个S70更好 这个是让我有意外的地方 因为其实咧 这辆车我之前知道要来马来西亚的时候呢 我有去跟我的泰国的美女朋友做一个交流啦 就是问他们 因为这辆车在泰国卖了一段时间了 所以我就问他们一些感想 他们过来讲其实这辆车不是太好 所以我自己心里就有一个个 可能一期值没有那么高啦 没有给它太高的这个 寄望啦 但是当我自己叫我这款车过后 它没有到不可以接受 反而如果今天你是一个 单纯你只把单一个交通工具 载人要很舒服的话 它反而可以很称职的完成它的工作啦 那么最后要讲的就是隔音 因为目前有很多Sedan 就是可能你开大概是开个80 110 你就会听到它的这个门框的那个风切声很明显 可是这辆车 它没有哦 所以这一点呢它的组装啊 它的这个隔音表现啊 我是觉得应该是给占了啦 就很可惜我接梦记带我那个测试噪音的仪器出来 如果有的话可以做一个噪音测试给大家看一下 那么overall来讲 这辆车整体包括它的动力表现 车身动态跟速度 平分的话我会给它7.2分到7.5分左右 一个中等偏上的这个成绩啦 其实因为它的价格的部分 确实我们也不可能complain太多 今天的这个市价大概就到这边啦 就是一个比较短的市价啦 那么作为目前马来西亚市场的空间 跟车身词嘛 最大的V segment 这个是官方讲的啦 这辆车我觉得其实严格意义想想讲 我不觉得它会影响到Vios跟City的market 它主要影响的市场可能其实还是在这个Proton的S70 还有这个Nissan的Almera上面 因为这辆车overall来讲 它的空间表现它是绝对是 可以跟这个H11交搞下的 然后在配备的部分 它跟Nissan Almera又不会差太远 可是它有一个卖点就是 1.5公升的4缸自然进行引擎 那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马来西亚那么多人听到这个三缸 他们会怕 跟Nissan的三缸给我是没有问题的 可是对于一般的消费者来讲呢 那个可能就会成为他们选择上的一个决定点 那么昨天其实我也是有问他们啦 因为这辆车其实他们本来就是 为了延续这个MG在马来西亚热度而引进的车款 那么昨天问他们订单有120台左右 你讲这个成绩好吗不算太好 可是如果是compare with 这个Almera的话 我觉得基本上它影响到Almera 然后大家可能看我们的这个美洲360 新闻应该会有发现到就是 我们有讲到一个新闻就是 Nissan Almera 在9月份销量只剩下98辆 那么是不是受到这辆车的影响呢 我现在还不敢讲 因为这个也有可能是原厂出货 但是我相信有一部分的原因就是 因为这个Almera的消费者的转去买这个MG5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会仔细观察这个销售数据 那么届时我们就知道到底是不是这样的情况了 那么今天的影片的结尾呢 我相信大家会问这辆车值不值得买 你给我的话我都才是那句老话 你去试驾先 但是给我来讲今天如果我只是造一辆 嗯代步车是去驾驶的车子 我的预算大概是9万块左右 然后这辆车其实OK的 首先外观的部分我就觉得很加分了 然后扣分箱就是Artask 可能稍微缺了一点 但是Overall 来讲它的隔音表现跟它的输出度 我是觉得还蛮值得称赞的 那么接下来就让大家自己去试驾 自己去拿捏 然后剩下的部分像是这种 AMCAP 菱形那种 就大家也是自己去拿捏了啦 OK 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的试驾影片啦 那么大家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 记得把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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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